在德国十万人走上街头反战力挺乌克兰 要普丁停止战争 英国 法国也有民众上街抗议俄罗斯 西方各国用行动反对普丁发动战争 声援乌克兰要撑洒去 泽伦斯基甚至透过视讯在意大利国会上发表演说 国际反对俄罗斯声浪越来越强烈 英国媒体报道这也影响欧洲六个中立国立场 像是瑞典跟芬兰就已经开始倾向加入北约 爱尔兰则是有近半数民众认为中立立场已经过时 奥地利则表态愿意加入欧盟快速反应部队 瑞士配合制裁俄罗斯 马尔他则不考虑改变中立 但就算在庞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 还是有政治领袖认为要坚实立场 像是爱尔兰外交部长就直言不可能近期加入北约 瑞士总统曾说绝不会放弃中立 奥地利长期和俄国友好 反对派民粹政党强调要坚守中立 芬兰瑞典目前考虑申请加入北约 但莫斯科当局就放话 如果加入北约将面临严重军事和政治后果 只是乌尔战争的开打 其实对各国多少都有影响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曾说 未来可能冲击全球的粮食危机 俄罗斯满汉的行为也已经开始动摇 原本不想选边站的中立国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